自己有藏到一些甜頭 然後就開始做當衝 我賺最多真的是航海王那時候 大概那一個月吧 就是三級行鑑那個月 我應該有賺大概 三十三四十左右 那小之族想要進入NFT 其實現在有很多的免費的NFT 可以去索取 那這些免費的NFT 通常會給你一些福利 比如說它甚至可以換得 一些超市的點數啦 一些實體的紀念品啦 一些參加活動的權限啦 小之族要怎麼入手呢 通常這次一些廠商 他們會提供像是社群的活動 比如說你... 歡迎收看小宇宙大爆發 生活當小煩惱幫你一一擊發 好 其實存錢呢 是小之族理財第一步啦 那我們今天有歡迎到了兩位 充滿活力的樂天女孩 霓軒還有孟姐 哈囉 好像兩位也很會存錢喔 略有也不就 略懂略懂 還有呢就是我們的創業家 Eason哥 Eason哥嗨 你好 我是Eason 友誠好 所以Eason哥其實平常 在我拍很多影片嘛 就是在講NFT啊 然後講很多專業知識 我都有收看耶 謝謝 但我覺得你本人更加的內斂 哈哈 所以Eason哥有在存錢嗎 從你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賺錢的時間比存錢 花的心思更多一點 所以其實那個思維好像是不太一樣的對不對 對... 那像樂天女孩呢 我覺得你們也很厲害 因為你們就是 像你是台南人對不對 對... 來台北 那你們以前一開始在 剛開始工作的時候 也有就是曾經很困窘過嗎 覺得很心酸過嗎 有耶 因為其實我們兩個都南部人 所以我... 像我就是從大學就上台北念書 然後我從17歲我就沒有再跟家裡拿過錢 因為我是獨生女 但是我們家就是很小康的一個平凡家庭 所以我就覺得 欸那... 我自己可以開始打工 我就自立自強這樣 我還記得我第一份 打工是在加油站 真的喔 對我就去加油站打工這樣 然後就一路這樣子到我大學 然後因為大學是自己資深前往台北嘛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是真的大學時期 你每個月都會有吃土的狀況 就是到月底就會覺得 啊...沒錢了 因為你一個月的生活費跟你的打工錢就是這樣 然後你還要存學費等等的 然後你知道那時候就是會有那種 你一點...那種小確信 就比如說像我就會去超商 看有沒有集齊品 我就會覺得啊...有這個可以打幾次 我就會覺得很開心 然後或是以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過大學時期 一定要去家樂福買那種 很大的麵包 很大的麵包跟很大的麵 因為那個麵包 然後你可以分成...吃很多天 對可以吃很多天 然後麵是 你看你一大包麵可能才幾十塊 但是你下一份麵之後 再買一大罐那種威力雜醬 就回來這樣拌麵就是一餐 聽起來蠻好吃的耶 是蠻好 但是我跟你說你每天吃這個月底會膩 然後有時候你可以加一顆蛋 你就覺得哇小確信今天有加蛋這樣 是喔所以你以前曾經過過這樣的生活喔 有 然後學費也是自己賺的嗎 對我學費都是自己賺的 好厲害喔 對啊所以我就是在那個時候才開始覺得說 欸好像理財這件事情好像有一點重要 就是當你每個月畫到月底都是零的時候 你的存款是零的時候 其實是一件非常心慌的事情 很沒安全感 非常沒安全感 對所以我才在那個時候就有開始萌生一點 就是理財的念頭 因為我以前都是我覺得是家裡關係 家裡就會覺得說欸我們存到的錢就是要放銀行 對我覺得好像被觀念都這樣耶 都是這樣 都是害死人了 對然後我其實以前就是領紅包錢啊什麼 我都是放銀行 然後一放進去之後 就不會動它嘛 但你會發現那些錢就是在那也不會漲大 對對對然後我是自己也這樣子結局過 然後加上後來聽到就是朋友們有一些大家會分享 我才開始覺得說欸好像理財其實蠻重要的這樣 所以真正開始理財應該也是出社會一陣子之後 對我大概是23 24歲吧 就是大學畢業剛開始工作一兩年左右 才開始做一些比較 我覺得算是很安全的 除了儲蓄以外很安全的一個投資理財 就是我覺得大家入門款應該都是比如說買基金 或是買那個保險但是定存保單 對對對類似這樣子 所以孟姊也是嗎 你以前一開始來台北的時候有過過苦日子嗎 因為其實我跟妮盛的狀況有點像 因為我們就是我是台南人嘛 然後我也是獨生女 對然後我一個人就是來台北念書 然後那時候剛上台北的時候覺得很不習慣是因為 台北物價很高 然後你一餐可能突然不知道你要怎麼去分配你的錢 就是比如說這一餐可能150 但是你花不下去 可能覺得那我先不要吃好 我吃比較便宜的東西 真的會這樣 以前大學的時候就會 比如說我今天早餐好餓 我就是要吃兩份 我花了100塊 比如說我就是設定一天只能花200 那我如果在早餐已經花掉100多了 我晚餐可能就只能吃泡麵 小一點 對就你就只能把錢壓在你原本固定設的範圍內 沒錯然後因為那時候大學的時候 你也是自己會有想買的東西 可是因為不想跟家裡拿錢 所以你就會想要出去打工 然後打工賺錢然後再存錢 但是我那時候剛畢業的時候 接觸的第一份工作其實是 就是直接是演藝圈了 但是因為 可是因為那時候 也跟唱歌跳舞有關嗎 那時候沒有 那時候我是在拍廣告 可是那時候可能沒有像現在 小小的小有名氣 就是大家都不知道我是誰 所以其實去賺錢的時候 你去試鏡什麼的 不一定會被選上 所以試鏡的時候會讓你很緊張啊 就是會壓力很大 你會覺得如果我今天這支廣告沒有上的話 我可能這個月就吃土了 也吃土了 那你的土是什麼樣的土 就是真的是完全沒有收入的 因為除了廣告之外 我那時候沒有這麼多的管道 就是沒有可以去表演 我那時候就只有單純的只有接廣告 所以然後那個廣告又是一個大海選 比如說你去試了十支廣告 你可能只會上一支 然後但那支的角色可能 因為角色的那個費用其實是不太一樣 如果是比如說是配角的話可能就幾千塊 然後主角的話可能就兩萬三萬這樣 然後如果你那個月只中了一支配角 可能你只有五千塊的收入 那你會跟爸媽講嗎 不會 就默默吞下這樣 對我是一個抱喜不抱憂的人 就是我不想要讓他們擔心 所以就算你自己就是吃土 然後有一點困境 就算你還是會想辦法從別的地方 然後去賺到錢 所以後來我才就是有去做一些 比如說去上演就是去參加舞團 然後就有跳舞 然後是後來才進大拉隊 然後進大拉隊之後就有比較穩定一點 因為有球賽然後又有其他的表演上演 可是在去年你們疫情有影響嗎 工作會有影響嗎 我覺得算蠻大 因為像演藝事業它不像是上班族 就是一個月月薪固定是多少 然後就算疫情了你可能居家上班 你還是領得到薪水 但是我們的工作是 算是有一點case by case吧 有通告就會接通告 然後上演接上演 然後還有球賽 但是在那一陣子是真的所有的商業活動全部停擺 然後甚至 那時候也沒有錄影啊 對就是連攝影棚的錄影都是取消的 對然後我們等於是零收入耶 瞬間 我們那時候都在幹嘛 在家裡 進修 我們就是 但是因為還好我們就是自己有存款 對 喔 當時 那時候是因為我們有存款 然後自己也會做一些直播 喔 直播喔 所以是直播平台那種直播嗎 對 那個是真的可以賺錢的嗎 可以 可以 但是也是要經營 就是你還是要花時間投入這樣 所以在疫情的時候 你們就是有靠直播啊這些方式 那有透過其他理財方式度過這個難關嗎 我就是那時候開始很熱衷在股票拍股 對就是因為疫情在家嘛沒事 然後就是在那時候有一點失心風 那時候比如說像航海王 我那時候就有跟到那一波 你有跟喔 我有跟 然後你被割韭菜了嗎 我割慘了 我割慘了 你是那種很衝的那種 還是就是朋友買什麼就默默的跟 都有耶就是 像我有幾隻就是 朋友講 然後或是有聽到一些就是報名牌 然後有就是虎買瞎買這樣 天啊你的錢好像蠻好騙的耶 其實是 我們來揪你買 我現在很謹慎了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就是被割慘了 然後航海王是因為我當時 我真的覺得我還蠻敢的耶 我就是那一陣子一直玩當衝 但是我知道其實當衝真的不是我們這種 平凡小組玩得起的 但因為你有賺到錢 你就會開始你知道嗎 就是越來越大膽 沒有設那個停損點跟 對 越來越大膽 你就覺得欸就衝這一波這樣 因為我 我的航海王就是買 我後來因為當衝嘛 所以我不會管高點低點 所以我最高我有買超過200 對很高 然後我後來沒有跑掉 你沒有跑掉 我就是因為 所以我後來被我爸罵死 因為我就是沒有設 我相信其實很多 比較不是專業投資客的話 其實應該都會像我一樣 就是不會去設一個停損點 你就會覺得不會 他不會再掉 他只是在可能做一個小盤整 一定會再回來這樣 然後你就不跑 我就是因為不跑之後 他就直落這樣 可能就是在等一個幾十年 又會碰到一次什麼事情 他又回來了 對 所以你們投資理財的觀念都是怎麼培養的 我其實是因為我很晚才做投資這一塊 因為小時候就是都把錢存在銀行 然後就是直到有朋友跟我說 你為什麼就是都把錢直接存在銀行 不去做一些投資 因為放在銀行那些錢就是 永遠就是長那樣 那利息的話可能真的就是只有一點點一點點 然後就建議我可以去買一些股票 就是先從股票開始做投資 然後因為我本身是比較保守的 就是我沒有辦法一下子就投入那麼多 我自己辛苦賺來的錢 所以呢我就是把我自己的存款的一小部分 然後拿去做股票的買賣 但是就是因為他是一小部分 所以呢我不會那麼的就是得失心這麼重 我可能就是偶爾會去看一下今天的漲跌這樣 然後有漲就很開心 就覺得有小賺一點一個小確幸 但是沒有就是如果跌的話我也不會到太在意 因為你就是買小小的這樣子 對 然後所以比較衝的是你耶 對啊我有點後悔 你之前那個 應該要三四的後行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有踩了哪些坑這樣 就是因為我自己呢 你還哭哭了耶 對我真的哭哭 但是做單位好幽默喔 很可愛吧 就是把我用了一個 你要不要帶回去做紀念 這是我的 這是完全是我的心境 對因為其實 我一開始出社會的時候 開始學會投資理財 是我那時候朋友剛好是 身邊的算是同學們 他們就會開始買一些基金 然後因為基金其實算是蠻穩定型的一個投資 然後我那時候也沒有什麼人脈 也沒有認識的人 我就找了那個你知道 銀行的理專這種 就是我真的不認識他 然後 然後因為我朋友也是說 他也是就是找銀行 其實那種大公司就可以很放心 然後我就找了銀行的理專 來幫我做一個算是基金的配置 但是因為我不懂 那時候真的沒有做任何研究 然後他們會用一些 就是會講好的吧 對就是他跟你說這個 可以賺多少%的利率 他會推薦你他的那個手續費最多的啊 對可是我完全 他沒有講到這麼細節 他只會跟你說就是你可以 放多少錢之後就開始慢慢 他會給你一個幾年幾年幾年 你就到最後可以賺這麼多錢 然後就只看結果就 哇好像很厲害 然後他又會跟你說 基金算是非常低風險的投資 然後我就交給他配置 就是我其實沒有去關注 我到底買了哪一些標的物 對然後也太危險了吧 對所以其實基金他也是有分 跟股票型基金跟比較穩定型 但是他那時候幫我投一些標的 是在比較高風險的 對然後結果我到最後 因為我過程我都沒有管喔 我不會去看你 你到底幫我買哪一些標的物 然後結果最後結論看到是 欸我怎麼賠錢了 就我既然買基金可以買到賠錢 然後他那時候就還是會說 欸因為只要是任何投資都會有風險 對對對所以這個當時 當時我都有給你告知過了這樣 那你就只能覺得啊好吧 就是小白摸摸鼻子這樣 就是小白當作繳學費 對那是我繳的第一筆學費 但是其實不多 因為剛出社會其實我沒有投太多錢 所以我就覺得算了 然後再來是 再來就是我剛剛提到的就是去年 我跟上那一波航海王 就是有點太失心瘋 然後也會聽信股票名牌 因為當時一開始進場的時候 其實你不會去做太多功課嘛 就是可能大家說欸跟你講這隻會賺錢 他已經賺了多少錢 你就會開始耳根子很軟 老伯很弱 越拼越想要衝 對然後可能有一些標的物又是 他的金額比較少 然後我就覺得欸好像也還好這樣 因為我當時當我下定決心 要買股票的時候 我其實自己就有 我有承擔風險的行李準備 因為我知道他是波動比較大的 所以我就覺得欸我不能懼怕 不然我你但玩這種東西去怕你就賺不到錢 然後我就會聽信一些名牌嘛 但當中當然是真的有些有賺 但有些就是你買完之後 欸不是說好下一季會起來嗎 啊怎麼就沒有起來了 就這樣子到現在還在 就套在那裡就對了 然後航海王也是就是 因為那時候自己有藏到一些甜頭 然後就開始做當衝 但其實後來我就被我爸罵死 因為我爸算是懂股票 然後他就說我沒有讓他知道 就是我自己用APP操作 你現在講了他可能就知道了 完蛋了 沒有他其實知道 他後來知道了 然後但其實我一直不敢給他看我的 那個APP裡面的 就是現在的虧損 然後我還騙他 因為我自己一直玩當衝 但是我沒有說 但因為一開始一直賺錢 就是一天可以幾萬幾萬這樣賺 你就覺得哇錢也太好賺了吧 好好賺耶 對但是因為觀念還是不夠齊全 所以我沒有設停損點 這件事情是 我後來被我爸真的罵到臭頭 他說你要趕完股票 你就是要設停損點 你就不能怕賠 對你自己設一個可能 10%或幾%的停損點 一旦到那裡你就是認賠 就是出掉 你不要這種僥倖心態覺得 他還會再回來這樣 所以我現在就卡在裡面蠻多的 那你在這個波賺的裡面賺多 最多是多少 最多是多少 我賺最多真的是航海王 那時候賠最多也是 但是賺最多的確也是 我那一陣子大概那一個月吧 就是三級警戒那個月 我應該有賺大概 30 30 40左右 很厲害耶 就是大概三週四週 所以你才會一直衝進去 我就一直衝這樣 就很容易失心風 對對對 我現在有比較冷靜 有嗎 有我現在很冷靜 我覺得孟姐比較冷靜耶 我現在是屬於冷靜派的 孟姐你自己在配置這些資產的話 你有什麼心法嗎 好就是我自己的話 因為我真的從小就是 開始就一直存錢一直存錢 所以呢我一開始是全部都是在做儲蓄 就是全部大概 就100%都是在做儲蓄 然後是後來呢我開始就是有 接受朋友的一些資訊 所以我就把我就把自己的 錢分配成一半是存錢 然後可能有2%是我自己的日常開銷 然後1%是就是會給媽媽的孝親費 然後剩下的2%呢就是 我可能自己平常想要買一些東西 然後或者是做一些投資 所以那那一些錢呢 就是等於是我如果真的 拿去投資然後沒有賺的話 我也會覺得喔我拿去買了一個 我喜歡的東西 就是不會有太太大的 心痛的感覺 心痛的感覺 我請旁邊的Eason哥 來看一下 你覺得這個資產配置有沒有什麼問題啊 其實一般小資族他們在投資的時候 都會很重視說 我的本金乘以一定的報酬率 那因為我的本金可能剛開始不多喔 那就會很注重說 我要投資那種高報酬率的一些 比較高風險的商品 那相對來說當然高風險 他就容易反而是虧錢了嘛 可是孟傑的沒有高風險 可是他的儲蓄佔了一半耶 對儲蓄佔了一半 當然就是回到我們剛剛講的 他可以不斷的去增加自己的本金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方向 那這時候能夠選擇一個比較穩健型的 年華報酬率比如說10% 我覺得其實對他的投資性格來說 就是一個很適合的投資方向 就是比較保守一點 所以你們兩位現在是為了什麼目標 在存錢嗎 我是買房 就是我算是從去年就設定好這個目標 所以我才把我股票都先冷靜 冷靜再冷靜 就是因為我現在不想要再花 這麼多的資產配置 其實本來沒有很多啦 我大概也是 就是我儲我的 這種分配應該算是說 我是以儲蓄來說的話 投資我70%還是放在比較穩健型的 就是我保單也有買 然後基金有0050那些 就是其實我有買了 我才會想說 那拿30%來做比較高風險的投資 但殊不知就是賠掉了之後還要 就動用到我剩下70%的那一種 所以我就是後來冷靜之後 因為我現在新的目標是想要買房子 就是希望可以趕快擺脫那個蝸牛租 你想要買什麼樣的房子呢 我自己是預計 我沒有想要買一定要是全新 但是因為現在畢竟房價在滿高 滿小 對滿高點的 所以我是希望我自己設定的標的物是 就是我想要住的舒服 就是我不想要我現在背著房貸 但是我還是必須 呃 趨就於就是地段或是什麼 就是我也許要買在台北市的話 我可能只能那個預算 我只能買到十幾坪二十坪的房子 那我就會覺得 我都已經要背房貸了 就是我家還那麼小那麼緊 對 所以我是比較偏向於買在郊區 我無所謂 所以你覺得投資理財有需要 一定要達到什麼門檻的 可以做這件事情嗎 其實我自己沒有太多上班族的經驗 因為我一路都是在做創業了 但是對於小資族來講 其實我們想知道說 它的本金並不是很多 那所以我覺得 與其去追求高風險 高報酬率的商品呢 我們可以增加自己的主動收入 那這樣的方式 你更高的主動收入 伴隨著更穩健的一個報酬率 比如說年化報酬率 10%左右的一個商品來講 你的資產可以穩定的去增加 所以我蠻鼓勵年輕人說 你可以在你主業之外 額外去經營一些副業 比如說網拍啊 比如說你的個人品牌 像剛剛樂天女孩也有提到說 他們有做直播 這個也是一種方式 那經營自媒體 經營個人品牌 也都是因為現在網路工具 很普遍嘛 所以這個門檻其實都很低的 那大家可以利用 白天的時間工作 付你的帳單 可是下班之後呢 再去經營你自己 有興趣或喜歡的事業 所以Eason哥你一開始 畢業的時候就在創業喔 一開始就是合夥 做餐飲業的這樣的一個經驗 那當時也是因為 對這個領域算是最有興趣的 哪一種餐飲業 我當時是看了 湯姆克魯斯的那個 《雞尾酒》這部電影 所以我就覺得 做Bartender真的是太帥了 所以就投入了去做Bartender的行業 然後因為有很多自己的客戶嘛 所以就很快的在一年左右的時間 就開始開了自己的店 然後跟其他人合夥 可是你的經驗對一般小資族來說 好像有點遙遠耶 你是不是給我們一些比較實際的建議 所以說對小資族來講 如果你們要投資的話 我的建議是 如果從經營企業的觀念來說 保持現金流 就是一個非常共通的觀念了 所以我們人難免說在生活中 可能遇到一些 比如說工作上的變動 像剛剛提到疫情的關係 我的工作量變少了 或者是說有一些意外的支出 那我們如果能夠在資產裡面保留 大概6個月左右 我的生活費會是一個相對比較安全 6個月的意思是說 比如說我這個我月入5萬 那我要有多少錢 就是我的最基本支出 如果用投資的術語來說 叫做Burn Rate 就是我的錢會燒的多塊 如果我一個月要燒掉2萬塊 那我最少最少6個月就是12萬 那當然你可以維持到18個月 是一個更理想的狀態 那就看我每一個人風險程度 可以承擔的不同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我已經有6個月以上的錢 大概12萬了 我可以去投資 可是如果我今天投資的是一個 定存的話 我可能只有 在台幣來講 可能只有1% 那我就算投資一個債券 可能只有4% 我投資股票 我可能大概8%到10% 那我12萬放一年下來 也不過才1萬2千塊 分攤到一年12個月 一個月才增加1千塊 好像很 沒有感覺 對 很無感 你怎麼做 那我們就是利用工作之餘的時間 再去接案也可以啊 如果我有文案的專長 我可以做文案相關的工作 我可以做直播 做自媒體 我可以經營個人品牌 來販售一些相關的商品 這些都是很好的增加 主動收入的方式 所以其實你覺得 與其省錢 還不如是去開圓 是這個意思嗎 因為時間就是我們最大的資產 如果是NFT呢 你會推薦 可以買嗎 NFT其實在現在算是一個滿新的觀念 所以我建議大家 要真的投入之前 一定要先自己做功課 千萬不要聽信媒體報導 或者是所謂的KOL 帶風向 然後你就跟著一起的投入了 其實它跟高風險的投資商品 股票都滿類似的 那NFT為什麼現在會這麼夯 這麼受到矚目 其實有一個滿重要的原因 你看我們每個人 把自己的手機拿出來看 每天使用的時間 我相信都超過八個小時以上 對啊眼睛都很痛啊 對對對 那我們一天才醒著十六個小時 那所以我用手機 等於超過一天一半以上的時間 也就是說我們半天 都活在數位世界裡面 可是我們對於數位資產的所有權 其實認識並不多 對啊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請Ethan哥 要來教我們很多關於NFT的知識 因為你在這方面也是專家嘛 所以NFT到底為什麼會這麼紅呢 那要怎麼買呢 它到底又是什麼東西 那什麼是NFT啊 其實它是三個英文單字組合成 叫non-fungible token 中文翻譯成非同質化代幣 那其實我這個解釋 有講跟沒講一樣 大家還是覺得 聽到中文還是聽不懂 對對對 那非同質化代幣 我們舉一個實際的例子就是 像我們身上 平常都會帶一些鈔票嘛 假設我有100塊 然後孟傑也有100塊 我的100塊可以跟你交換 這個是等值的 這就叫同質化代幣 可是如果說我這100塊呢 拿給我們另外一位熱店女孩 簽名簽在上面了 那我這張鈔票 我就不願意用100塊跟你換 我可能要賣給你的分析 對賣100萬 這是有附加價值的意思嗎 對就是表面上看起來還是鈔票 可是它實際上價值不一樣 所以看起來同樣的東西 可是價值不同 那就是 那因為它是用在區塊鏈上 所以就可以鑒別這些數位的圖檔 比如說照片啊 影片啊 歌曲 那平常你好像Line傳一下 手機傳一下就可以了 好像覺得沒有什麼差別 但實際上 當這些圖片做成NFT 兩張表面上看起來一樣的圖 在背面它的數據就不同了 可是那個意義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我沒有原版 我也可以用這張照片啊 所以為什麼大家還要去搶這個原版 現在就是說這些NFT呢 它會被賦予一些特殊的價值 例如說像樂天女孩 他們也很適合發行自己的NFT啊 有很多粉絲可能想要 跟他們近距離的接觸 比如說有簽名啊 線上的互動啊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說 你持有了我的NFT之後呢 你就有這些權利 可以來參與面對面的簽名會啊 或者是互動啊 或者說我今天有一個直播 可是只限於我的NFT持有者 這一千個人可以來參加 那麼大家就會想要擁有 對可以這麼說 所以它就只是增加了一些它的附加效益 所以大家就會去搶嗎 是因為名人效應嗎 名人效應是在這一波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波的帶動的力量 如果我們從整個星期的時間點來看 那在2020年10月的時候 當時最熱門的一個NFT 叫NBA Top Shot 那其實這種數位的球員卡的收藏 以前在紙本的時候就很正常 大家就很喜歡很熱門的講手了嗎 那但是因為當它發行成數位的時候啊 那這個它的流通就更快速了 那其實它的入門檻並不高喔 其實六塊錢美金 就可以購買到這個數位收藏 但是因為你會有你喜歡的球員嗎 比如說你喜歡Curry啊 你喜歡這個LaBron James這些比較有名的球星 你就會願意花更多的錢去收藏他們的球員卡 所以買這個東西還會再繼續漲價嗎 對它有限量跟專屬你喜好的一種特質在裡面 所以像因為像我們女孩其實有發NFT 然後其實買我們每一個女孩的價錢是一樣的 那以我們女孩來舉例好了 就是這個東西它的漲幅是取決於什麼 最主要就是取決於供給跟需求 那像是我們我用一個簡單的比喻來說 我們常常在看韓劇裡面有一些女性她們所使用的包包化妝品 那在劇大家一看了以後就覺得 喔我也想要那個包包 我也想要那個化妝品 就很快的會造成大家搶購 然後因為需求上來 可是供給是有限的 那就會有人說我想要趕快拿到 所以這個東西價錢就會比較高 對 那也不會過期什麼的嗎 對它數位的收藏在這上面有一個非常大的優勢 就是它不會過期不會損壞 而且因為每一筆交易在區塊鏈上都會被記錄 所以它上一次買賣是多少錢 我們也都會知道 那通常啦 例如說我用一千塊美金買的 我就不會想要用八百塊賣啦 我下次賣的時候就賣一千億了嘛 所以它的價格通常會不斷的往上去跌加 你說到這個價格 我突然想到之前有一個新聞 就是有一幅畫 然後賣了六千九百萬美金 是 所以它是不是也是這個NFT的概念 對這個是算NFT的第二波 就大概在2021年的3月份的時候 Beeple的畫作在佳士德做拍賣 那以前這些數位藝術品 還沒有辦法利用技術來認真的時候 主流的拍賣場是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拍賣 因為它根本沒有辦法辨識說 這是不是原作 是不是限量的藏家出來的 那因為有了NFT這個技術之後呢 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個作品的確是獨一無二的 那就會有更多的藏家 大家願意用更高的價錢去買 那之所以它可以賣這麼高的價錢 其實就是因為它具有這個 劃時代的一個識別度 等於是說 有史以來第一幅可以在藝術拍賣場上 去銷售的數位藝術品 所以Ethan哥你覺得他真的是有收藏的價值嗎 收藏來講 對大家當然是見仁見智啦 有的人是喜歡所以願意收藏 有的人是看好說 我有真實潛力而收藏 那其實也有其他不同的NFT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大概在去年第三季發行的 Adidas的一個 Into the Metaverse這個NFT 那它的特別是什麼呢 是你只有這個NFT 你可以兌換它的實體商品 所以它並不是只有一個數位收藏而已 那我們也知道在潮流服飾裡面 比如說球鞋啦 那個帽T啦 甚至是滑板啦 這些也都有限量收藏的特質 那全世界呢 只有這三萬套的 這一套的這個Hoodies 運動服 它可以透過這個NFT來兌換 所以如果我不要發NFT 我直接用限量來賣 也是一樣的意思 只是我透過NFT 然後可以拿到這個限量商品這樣 中間有一個蠻大的差別 比如說如果你直接賣衣服 它就必須直接從店家 傳到你的手上 那你可能就會使用 那當然它也沒有太多的交易的價值了 可是發行這個NFT呢 它有一個叫做板稅的機制 所以這個NFT在交易的過程裡面 會有個板稅回饋到原創者的身上 那例如說這個NFT本身 在它去索取這個實體商品前 可能就已經被交易過100次了 那每一次的交易會有5%的手續費 這個板稅都會回到發行者身上 所以它在過程裡面就可以再賺到 大概50%左右的Royalty 而且價格會不斷的被提高 那剛剛Eason哥有提到 像是樂天女孩也可以發NFT 還有哪一些應用也是有可能的呀 還有一些應用像是說 在遊戲業也是相當的適合啦 比如說未來樂天女孩 她有沒有也可以把自己的IP 授權這些遊戲廠商做成裡面的角色 那這個角色本身它就可以去賣 去變成NFT 那喜歡的玩家就可以操縱你們在這個遊戲裡面 比如說打球啦或者去冒險啦 或者變成紫娃娃的換裝遊戲啦 這些都是很有趣的應用 那小資族想要進入NFT 其實現在有很多的免費的NFT 可以去索取 所以也許是一個很好的入門的途徑 那因為不用花錢嘛 你就是花一些時間做一些功課去了解 那這些免費的NFT 通常會給你一些福利 比如說它甚至可以換得一些超市的點數啦 一些實體的紀念品啦 一些參加活動的權限啦 那都是蠻好的體驗 喔小資族要怎麼入手呢 通常這次一些廠商他們會提供 像是社群的活動 比如說你透過它的圖像去做二創 就你自己的創意去做表現啦 你幫它在社群上面轉發 tag你的朋友 讓更多人知道這個品牌啦 就參與一些這樣的免費的 你自己付出一些貢獻 你就可以獲得這個免費NFT 但這裡面其實有一個重點要學習就是 那你獲得以後你怎麼去保存它呢 你怎麼去交易它呢 這就是下一階段要學的功課 對 所以兩位也會有興趣嗎 是NFT有興趣嗎 我其實有耶 就是因為 我也覺得你會有耶 對啊 我對那種就是未知領域的東西 我都會覺得很新奇 然後 對然後因為前一陣子就真的是 這個東西真的是這兩年才突然間封起來 然後我是看 之前有一陣子那個 那個叫什麼猴 那一隻猴子 無聊元 無聊元 然後就是大家都在封那個 然後甚至我的朋友也有買 然後我就看為什麼大家 你們頭像為什麼要換一隻猴子在上面 欸有耶 我很多朋友也有換欸 對啊 我就覺得這意義在哪 我一開始也不知道 然後後來發現說就是 那一隻猴子就是他們換上那個頭像是 等於是展現這一個東西的價值 我就讓大家知道說我現在買到的這一隻 然後我才發現喔原來這是一個 就是這才這個叫做NFT 那算是我第一次知道這樣 然後身邊朋友 完了我的腦波很弱 哈哈哈 真的腦波很弱 但是但是其實這個東西 我現在是覺得我要先學習過後 我在進場 我現在不敢衝動 但是然後加上後來就是有蠻多YouTuber 就比如老高什麼 他們都有針對去快練跟那個NFT都有做這種特輯 然後我看完之後就覺得哇真的很酷 熱血沸騰 就是就是這樣看起來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好像是一個趨勢 就是它以後只會越來越廣泛 對我們終究可能還是要去接觸這個東西 跟學習這個東西 對 所以其實我們如果真的要買NFT的話 Ethan哥會教我們很多種方式 只是要怎麼儲存它呢 就是當我們在購買NFT的時候 其實現在已經都進步到可以用刷卡啦 或者是說用加密貨幣來購買 當我們買到NFT之後 就要有一個錢包來放置我們的NFT 那這個錢包跟一般我們口袋裡的錢包不太一樣 它是一個區塊鏈錢包 那區塊鏈錢包是由一組公鑰 跟一組私鑰 所連結而成的一個程式 那公鑰呢就好像是我們在銀行裡的帳號一樣 我給別人之後呢 我可以收款 我也可以發錢給對方 那私鑰則是 就是我不想要別人知道的 它就像是我的密碼一樣 那它可以來解開我區塊鏈上的資產 可以去交易啊 可以去買賣這樣的一個功能 所以你的意思是缺一不可嗎 當然對 這兩組就是整個錢包裡面最重要的核心了 區塊鏈錢包其實常常存在三種常見的形式 一種就是交易所 那交易所就有點像是說 我們在常用的這種銀行的機制 那這個交易所裡面呢 它的錢包可以方便我們去用帳號密碼 就可以在裡面換各種不同的币 或者買賣這個NFT 但是因為它是中心化的管理 所以我們的私藥呢 就放在這個交易所裡面 那當然就會有相對應的風險 什麼叫做中心化 是說大家都連在一起的意思嗎 中心化就是我們可以想像 有一家公司來幫我們做管理 好像有一個銀行來幫我們做管理 所以它的管理權是很中心化的 所以這樣子沒有比較安全嗎 聽起來沒有比較安全 因為我們會必須要信任這家公司 他可能會 他會不會盜用啊 還有他有沒有善盡管理的責任啊 會不會被駭客攻擊啊 然後盜取我們的私藥 造成我們資產的損失 對 但是很多人因為他方便 所以他也就沒有計較這麼多了 那額外使用錢包通常又有兩種 一種是熱錢包 一種是冷錢包 那熱錢包呢就是說 你會經常連上網路去做使用 可是這個私藥呢 是由你自己保管的 可是也因為去中心化的關係 所以萬一你的私藥遺失了 那你就會找不回你的資產了 嗯 可是我們不是 就是如果你的私藥不見了 但是我們如果有熱錢包的話 是還是找得回來的 這有個關鍵的元素叫做助記詞 助記詞是由12到24組的英文單字所組成 那透過這個助記詞呢 你就可以把它編譯成私藥 那你就可以在你的熱錢包裡面去恢復它 對 所以你在保管的時候 這個助記詞千萬不能遺失 所以如果要用熱錢包是要下載一個APP嗎 對 通常它是一個手機的APP 或者是一個放在瀏覽器上面的外掛程式 不過既然連上網路 它就還是有風險 因為還是有可能有病毒啦 或者是駭客啦 可能入侵你的電腦去欠取你的私藥 所以就有第三種錢包 叫做冷錢包 那冷錢包呢 它同樣是由你自己來保管私藥 可是呢你就沒有連上網路 那你只要自己保管好這個離線的裝置 它可能是一個卡片 它可能是一個USB 甚至是一張紙 那你就可以來保管好你的資產 那相對來說 越安全了 使用者自己的責任也就越大了 對 對 我們也常常聽到報道說 好像有人有好幾顆比特幣 結果放在哪裡 就現在找不到了 那他現在就沒有辦法去動用他的資產 今天Ethan哥是不是要直接現場開箱給我們看一款 就是冷錢包 對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一款 就是台灣一個叫庫幣的冷錢包 那這個冷錢包比較特別喔 它其實裡面是一款很薄的卡片 不過當我們在買這個冷錢包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它的安全性 我們剛剛講到 為什麼用冷錢包就是要安全嗎 所以一定要注意它從來沒有被開封過 那要跟官方的通路做購買才是比較安全的 這種東西可以買二手嗎 這種東西絕對不可以買二手 因為我們不知道它裡面到底有沒有被使用過 對 動了手腳 這些都是可能的風險 好 那我們就拆開這個錢包 好 那注意這個錢包這邊都有封膜跟封口 然後我們現在把它拆開來 好 裡面就像這樣子喔 然後它是一個卡片 對 一個卡片 然後我們把這個卡片拿出來 來 給我們樂天女孩看一下 大家可以傳閱一下 它這邊是有一個按鈕可以按的 對 這邊 你可以試著按看看 有沒有什麼神奇的感覺 喔 然後它打開這邊有個螢幕 可以顯示 很酷它的那個手感 很棒 上面是有電子墨 所以它可以顯示一些密碼 我按不到 這不會沒電嗎 剛開始買新的時候 當然會需要一個充電的時間 那可能要去更新一下它的韌體 所以我們待會也準備了一張 已經充好電了 更新好的 可以做更快的示範 我們等一下來開一個帳戶 實際的來看看 你真正應該保存的部分 所以今天你有帶一個已經充好電 對對 那我這邊有一個已經充好電的卡片 我們今天就可以來做示範 那你要使用的時候 除了這個卡片以外 其實你還需要一個手機 來下載APP 所以我們也來實際的下載一下這個APP 來做使用 然後下載哪一個APP呢 我們到手機的APP Store裡面 那你可以搜尋它叫 Cool Wallet 所以當我打開這個APP之後呢 就會感應到附近有這張卡片 那我們可以比對一下 上面有一個數字 寫3844 那就是我這張卡片的序號 好 這時候按下連結 那會請你按下這個卡片的打開 那我們就把它打開 好 這兩個裝置 現在就可以相對的連結上了 那現在已經進入到 挑選币種的一個畫面 那這裡面我們可以選擇 目前自己比較常用的幾種币種 比如說像是比特幣啦 像是以太幣啦 這些都是比較常用的 那我選擇之後 Add to Wallet 它就會幫你添加到我們這個錢包裡面 總共有多少币種呢 哇 現在數不清了 大大小小的各種币 所以也建議大家 假設真的有心要認識這個市場 先從比較主流的币種去加入 那目前這個錢包來說 所有的主流的币種 你幾乎都可以在上面找到的 好 加進來之後按一下OK 好 這樣子其實就已經完成 币種的開始了 那如果說我們要去接收我們的這個币呢 就可以去按到我們的币種裡面 那它底下就會出現一個地址 這個地址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公钥 公钥提供給對方 對方就可以把錢或NFT 傳送到我們這個區塊鏈錢包裡面 所以是從這個APP裡面傳進來的嗎 我們這個APP是用來產生 這套公钥跟施藥 就是產生這一組錢包的密碼來做使用的 那實際上資產還是在區塊鏈上面 而且我發現它的中文看起來是滿流暢的耶 它是有針對我們中文使用者設計的嗎 對 這也是它使用的一個好處之一 就是說中文介面大家不用再去考驗自己的英文能力 那這個卡片又很輕薄很便於攜帶 對不對 那大家也習慣說 好像在我自己的錢包或身上 欸 我放在我這個資產裡面 感覺非常的安全 很好管理 那像孟姐這樣凹它會不會壞掉 這個卡片其實本身很 算是兼顧耐用而且又防水啦 那主要不要刻意去把它凹斷了 我覺得都沒有太大的問題的 就放在包包裡面也不怕會 比較不怕會凹到 對對對 那如果不懂這個東西的人 放在包包裡 他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對不對 嗯 你就以為是信用卡還是什麼的 現在的人還不是非常的了解 我們說90%以上的人可能都還沒有進入這個虛擬的世界裡面 但是它已經算是一個主流的階段 那我們也看到很多的品牌 開始在應用NFT 像我們剛剛講到的運動品牌啦 甚至是這些大廠啊 都開始進入這個領域裡面 所以像是這個時代裡面 大家都必須要知道的一個科技的趨勢跟應用 所以其實我們早一點知道 早一點買這個跟晚一點有什麼差別嗎 所有的行業在剛開始進入的時候啊 就像我們如果回顧到2000年的網路時代 雖然那時候有很多所謂的泡沫化的危機跟風險 可是在那個風險底下也建立了很多 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這些大企業 比如說PayPal啦 Amazon啦 都是從那個時候開始起來的 所以在這個時機裡面 雖然說很多的NFT 可能它並沒有那麼長的投資價值 甚至有人說有泡沫化的風險 可是我們還可以去裡面找到那個2%的 非常優質的這些NFT 那它在長線上面就會有一個很好的資產保存 跟投資的價值所在 那你選你有比較想賣的嗎 NFT 或者是這種錢包想試試看嗎 我會蠻想試這個錢包的耶 因為我覺得它操作好方便喔 就是對我這種科技白癡 只要好操作你就會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入手的東西 而且它感覺很酷對不對 對就是 我有一個高科技產品的那種感覺 只是我剛剛在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它其實就算是一個鑰匙嘛 把它當成一個鑰匙 那如果我今天真的 就是不小心把這個卡片弄丟了 結果被孟姐撿到 他剛好也是一個有在操作這張卡片的人 那被他撿到的話 是不是他就可以盜去我的東西了 因為他也有這個APP 那他打開把它配對上 他是不是就可以擁有這裡面的資產 還是說他會有個什麼機制 密碼或是什麼備用 對之類的 輸入才有辦法進去 是就像我們剛剛在連結之後啊 會有一個過程就是 開通這個卡片 它會產生一組助記池給我們 那這個助記池就是所謂錢包的私藥 那可以透過這一張紙卡 上面去把我們的助記池寫在紙卡上面 對那這個紙卡千萬不要對任何人展示 那也不要說透過手機去把它拍下來 好像發現手機比較安心喔 其實我們就把這個紙卡 收在我們家裡的保險箱一樣 所以比起這張卡片 那個助記池更重要對不對 可以這麼說真的 那這張卡片如果說 這樣說折壞掉啦 遺失啦 掉在路上被別人撿到啦 但是他沒有這個密碼 他也是沒有辦法去取用 那我們就再買一張新的卡片 把助記池放進去 那我就可以再去恢復 我管理區塊鏈資產的一個權利了 對啊 那還有沒有什麼是我們想要投資 NFT要注意的事情 因為NFT其實現在發行量非常的大 那大家要真的去了解這些NFT背後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經營的團隊 那因為所有的項目 就好像你要投資一個股票一樣啊 你也了解公司的經營能力如何 所以NFT項目也是一樣 究竟是有什麼樣的團隊來負責運營的 這個也是要注意 那還有一點就是說 我們自己在買NFT的時候 一個心態也很重要 雖然我們說現在好像是一個很前期 很有未來發展的機會 可是時間要很長 那它的流動性就沒有這麼好 它不像股票一樣 我明天想賣就可以馬上在市場上賣掉 你可能賣的時候要等三個禮拜 甚至三個月 所以我們千萬只能用閒錢去做投資 不要貸款或者是用會急需用到的錢去購買NFT 你現在有幾個人錢包啊 我現在有兩個人錢包分開來這個保管不同的資產 你好心潮喔 對啊好酷喔 對 所以感覺我們應該也可以來投資一個對不對 這算投資嗎 還是它只是工具而已 算是投資啦 算是投資 我們如果投進去之後 家民會不會的流動性還比較好 可是它的漲跌幅變化很大 你可能買了以後隔天就跌20% 也可能長很多